我們這幾天都有朋友一直問 這個北桂圓服務是098 有朋友就說現在這一段的情況 就是洗倉你覺得會跌到什麼水平呢? 其實它今天開始是做 其實就不太猜它跌到什麼水平 只不過你向下其實整個 trend 就一直在向下的 今天是開始上升 還有市場也是的 已經非常的超迷 似乎是開始想做一些超跌的反彈 但是超跌的反彈其實我就不建議搏的 有些人會去做這些 但是由於都是跟剛才一樣 那個風險比較大 還有你技術上看 其實這個如果迫伏的話 也是曾經一度大家心目中的股王 就是很多人去買就全部立刻看好 但是現在應該已經很早了 其實轉了向下 上年下半年出現內訪的 是沒有問題的 它已經轉了向下的了 轉了向下 月線圖一個重要支持就是41左右 41都穿了 就是說假設如果你看那些位置走 其實現在是再跌了一半的 我想很多部分都是出現一些這樣的情況 那這裡要再向下參考 就是下個位是24 其實沒有重要支持的研究來說 它下面是因為破了剛才那個位置 其實下面真的沒有重要支持 還有這個就是你明知道那個板塊出事的了 你明知道內訪的債務危機在了 這個問題都還沒解決的時候就不要 就是很多時候說是看位操作 但是考慮了基本面的時候 其實就算反彈也不會選擇 就是你看到這個問題是還沒解決的 我想首先港股其實是很多地雷的 我想你要買港股首先避開了這些地雷先 那地雷是甚麼呢 其實很多 大家其實很明顯的 應該應該其實都說出來的 首先這些風向中央幾年前已經在說的了 然後另外就是到了再明顯出事 其實也都已經出了事好一段時間 所以就不要在出了事之後 覺得要去訪問是否憧憬最壞時間已過 那你是不用去猜它幾時解決 你讓它真是明朗化 首先我想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避開地雷先 那有些甚麼是割策整改的 或者內訪債務危機這些辦法 就避開它 那起碼你避開這些這樣的辦法 就先看一看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